Beyond是香港著名的樂隊 在世界各地都擁有不少歌迷 每逢清明、重陽和王家駒的忌日 都會有不少歌迷到家駒的務前置業 但王家駒的墓碑日前受到惡意破壞 令社會震怒 自發時的編段被上傳 一名光頭少年自稱社會破壞者 已粗言畏語辱罵王家駒 向墓碑淋汽水後上前舔走 用腳踩歌迷獻上的鮮花製品之餘 並在墓碑上寫字 更用取撥向遺照 導致遺照毀難 警方經調查後 拘捕一名15歲的少年和一名23歲的男子 涉嫌刑事毀壞 處理主任裁判官劉以雲 今日拒絕15歲被告的保釋申請 被告需要還押屯門兒堂及青少年院看管 他保留8天的保釋覆核權 而另外法庭批准23歲聖業的被告 以現金5,000元保釋 期間稅交出旅遊證件 不得離港不可返回案發地點 稅居住於報稱的住址 不得接觸控方證人 和每星期到警署報道兩次 兩名被告依次為15歲男學生 以及23歲的冷氣技工業紙巾 兩人被控於本年5月19日 在柔堂高超道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 無合法變解而損壞皇家區的墓碑 意圖損壞該財產 或罔顧該財產是否被損壞